掌握到一个最新的讯息 就是有昆山科大四名学生 现在持续失联 本来他们约好了 要在这个大楼庆生 但是呢 现在都没有消息了 到底现在如何呢 连线的记者邵玉民 请说 这就在现场的最新状况 目前还有123个人 是在带巡的名单当中 不过这123个人里面呢 有包含四位学生 这四位都是昆山科技大学 三年级的学生 包含了徐志华等 其他有三名同学 他们是一起租房子 在围观金融大楼的 居栋15楼 而当时地震的时候 其实目前这四位同学都失联 所以家属他们也怕 很有可能 他们同时都被困在里面了 因为当时就是在睡梦中 所以很有可能 这四位学生 都是在居栋15楼里面 并没有逃出来 不过由于这在居栋15楼这边 因为他可能是受到 后面挨动压过来的状况之下 所以目前搜寻的状况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而根据了解 这四位同学感情非常的好 一起打工 还一起租房子 他们是在附近的一家 超商里面打工的 据家人的反映 他们是说 他们其实这几个同学 感情平常就很好 非常的融洽 有些家长也都会互相的熟识 不过其中就有一位 航信同学的家长 到现场来的时候 是哭得气不成声 因为非常好的孩子 非常乖巧的孩子 可是这一次却四个人同时 到现在都还是失联的状况 所以现在家属非常的急迫 希望可以赶快找到 这四位昆山科技大学的同学 以上这是我们目前 在搜救这方面的最新消息 时间先还给彭宁 防范哥 前山科技大学